印度第一家宜家开业当天至交通瘫痪民众网上吐槽,当地时间8月9日,宜家在印度的第一家门店,开张,吸引了成千上万名顾客。 有人甚至当天从数百公里外赶来一大早便开始排队等的开门巨印度时报,报道这家门店位于海德拉巴。 由于当天门店来往人流众多,整个附近地区的交通一度陷入停顿,这让许多并不是去逛一家的印度网友都觉得自己出行受到严重影响,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买来源观察者网。 有网友抱怨说他通常从办公室开车需要40分钟车程结果,9日当天他花了两个小时,还有人称堵了20公里,花了4个小时,才到家另有网友分享了地图展示当天交通拥堵的程度以及受影响的道路。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拥堵,也让交警头疼,交警当天发出警告,敦促供一家的顾客不要沿途叫出租车,只能在门店指定的地点等车。 从一段网上流传的视频来看民众涌入门店,还一度造成混乱。 一名网友表示,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像是搞促销的,黑色星期五或者节礼日,据法新社报道,在门店内,数百名身着蓝黄香剑工服的员工挥舞着瑞典与印度国旗,向购物者致意。 39岁的服装厂工人克里希纳默汉迪克希特,克里希纳默汉迪克希特,克里希纳默汉迪克希特,克里希纳默汉迪克希特在门店开张前90分钟就过来,排队他告诉法新社,我是从班加罗尔575公里外,大老远赶过来的4岁的IT行业经理纳斯鲁拉,Nizrulakan,说我们很期待实际上是我妻子带我来这儿的他姐姐,从迪拜寄来过很多一家的东西,所以我们来这儿了一家。 一家印度分公司,副零售经理,帕克里克安东尼·帕希肯默汉迪克希特,对法新社表示第一批顾客到来时他热泪盈眶,一个梦想实现了,图为开张第二天图自印度时报据报道,一家在印度的第一家门店,开张前期一直尝试进军业度这个巨大市场,都遇到重重困难早在2006年,一家曾试图进军业度接触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 但因违反当地规定而未能实现这一次一家位于海德拉巴,面积5万多平方米门店的开张,预计每年将吸引700万人光顾。 这也是一家希望到2025年,在这个12.5亿人口的国家,开设25家门店中的第一家我们承诺,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努力迅速扩张。 在印度全国各地,开设多家门店,一家业度一名负责人说,据印度时报报道,在该门店销售的7500种产品,中1000种定价在200卢比,约合20元人民币以下描。 准了印度中产及低收入阶层一家,还预定2019年在孟满开店,之后在南部班加罗尔和新德里近郊的古尔冈市,开店。 2018年8月8日一名印度工人,准备在海德拉巴新一家商场的餐天区,为客人提供鸡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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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